经过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,你和我的清晨时光终于迎来了大结局,这部剧虽然热度大,收视高,可是自开播以来,观众和粉丝就一直处于统定快乐者的状态中。 快乐是可以看影榜和惊悍的甜甜蜜蜜,同时对陪学加戏,剧情注水的无奈,成为主演的赵丽颖,或许也百般无奈吧。 而陆一看剧,赵丽颖算是陌仪比较喜欢的电视演员之一,只要有他出演的戏,都会从头追到尾,而《清晨时光》这部剧虽然一直在追,但还是忍不住一遍又一遍的吐槽,有时候还会想,制作班底着吗?为什么影榜还要接这部剧呢? 后来才发现,原来影榜对这部剧的态度也很奇怪,录音还特地去影榜微博看了看,发现自《清晨时光观伤》以来,一直到大结局,影榜的微博也只是不嫌不淡,的发了四条微博宣传。 而同为主角的《清晨与》这部剧相关的微博数高达三十多条,再想想之前珊珊来了,楚桥转的剧播出时,她的宣传微博怎么也有十几条,花千古更是达到了四十多条。 到了《清晨时光》怎么就不宣传了呢?就连昨晚大结局,也没有什么动静。 只能说影榜和《清晨》剧组,应该要得不太愉快吧? 其实也不难理解,从剧情来看,这部剧开头真的非常吸引人,可是越往后播就越变味了,主角明明是赵丽颖和金汉。 可是大量戏份,却被强行夹到格雷斯的身上,看着观众那叫一个尴尬啊,制片人不好好当制片人,还被摇合主角强戏,也是罪了。 很多人不是快剧看完,就是索性器具。 要不是听说最后十集之前的编剧会回归,谁还会坚持开呢? 然而,就算老编剧回归了,大结局也依然令人不满。 路易看完大结局时,真想问问编剧这是什么鬼? 宁文凯莫名其妙就洗白了,真是无语,大反派皮特再次出现。 结果不到几分钟就被励志诚KO了,也不是说励志诚不足以将他打败。 只是觉得之前那么牛的反派,三下五除二就轻松带过了,总觉得有点操之过急。 除了这些逻辑上的坑,就连主角的戏份也很坑。 都到结局了,剧集发展到了二十分钟,女主才露了两个镜头。 之前在宣传片中看到的男女主一起当秋千的情节也没有放,而女配格雷斯又是上台榜谈,又是被求婚。 故事现必男女主还要完整,而男女主的结婚片段,却十分简单省略。 格雷斯中间都加了那么多戏了,结局还要来抢男女主的甜蜜镜头,哎。 只能说你和我的《清晨时光》剧本也太不严谨了吧。 这么多坑还入水,换个主角一定火不起来吧。 真心疼赵丽颖和金汉,剧组这么不专业,难怪她在这部剧播出以来,态度这么奇怪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